1819年,維多利亞出生在倫敦,她爸是喬治三世的第四個兒子 她媽是德國境內的一個小國的公主 維多利亞從小生長在德國,她老爸在她很小的時候就病死了 留下了一堆債務,導致孤兒寡母生活並不寬裕 話說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維多利亞在舊者的幫助下依然獲得了良好的教育 她後來即便成為了女王,生活仍然保持著簡單朴素 跟她童年的經歷有關 1837年的時候,維多利亞18歲 她的伯父英王喬治四世去世了 作為最近的繼承人,維多利亞戴上了王冠 兩年後和表弟阿爾伯特親王結了婚 19世紀40年代,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 生產力大幅提升,帶來了兩個問題 一個是本土的原材料不夠 第二個就是生產那麼多的產品,本土根本就消化不了 不管是哪個方面,都促使英國到全球各地去尋找原材料的產地和商品傾銷的市場 以維持整個工業大國的快速運轉 為此,英國動用武力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大量的殖民地和自治領地 歐洲的那些大國怎麼能眼睜睜的看著英國吃毒食呢? 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包括後來的日本、美國 紛紛加入搶奪土地和資源的行列 這個時期滿世界的戰火不斷 列強爭奪殖民地最激烈的時期,正好就是維多利亞在位時期 1858年的時候,英國吞併了印度,維多利亞除了是英女王之外,還成了印度的皇帝 印度幅圓遼闊,物產豐富,為英國帶來了巨大的收益 不只是印度,當時的英國在全世界都有殖民地,殖民地的面積是英國本土的幾十倍 為什麼它叫日不落帝國?就是殖民地太多了,一個殖民地的太陽落下了 另一個殖民地的太陽才剛升起,太陽永遠不會在英國落下 這麼牛的第一帝國,怎麼可能會放掉大清這塊超級肥肉呢? 中國近代史就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 早在乾隆年間,中國和英國就有了貿易往來 可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地大物博,一直過著自給自足的日子 對英國的商品並不感冒,也就是說英國來的東西中國人都不怎麼買 英國人卻對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供不應求 結果就形成了巨大的貿易逆差 面對這樣的不利局面,英國人不信邪 你家真的什麼都不缺嗎?那我就偏要找到你家的軟肋 考察了市場之後,他們就決定賣鴉片 成本低,售價高,關鍵是借不掉 妻離子散,傾家蕩產也要吸 抽鴉片是真的很花錢 等道光皇帝發現自家的國民都成了大煙鬼 銀子都留下了英國人的口袋的時候 坐不住了,鴉片必須得禁絕 任命林澤旭到廣州全面禁言 當林同學在虎門一把火燒掉了200多萬斤鴉片的消息傳回到英國後 維多利亞決定為了大英帝國的利益對華宣戰 1840年,英國皇家海軍開著戰艦入侵中國,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其實當時的大清綜合國力並不算很差 但武器卻是真的落後 基本處在冷兵器時代 和堅船利炮的英軍真的沒有辦法打 打不過,曝光皇帝很無奈派人議和 簽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香港割讓出去了,賠了一筆巨塊 又開放了廣州、廈門、上海等地作為通商口岸 還沒有結束,看你中國這麼好欺負,其他的列強迅速跟進 又有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清華 簽了更多不平等的條約 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英國作為清華戰爭的始作俑者和重要的參與者 通過對華戰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國力進一步提升 在長達60多年的女王生涯中 維多利亞創造了輝煌的維多利亞時代 他的子女還特別多,通過政治聯姻 把兒子女兒通通安排進了歐洲各國的皇室 現在歐洲幾乎所有王室都有他的後代 維多利亞也被稱為是歐洲的祖母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下次見 謝謝INA 這兩 JUDY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